大熱天騎機車真的很痛苦 高雄市交通局就打算將幾個次要路段 在非尖峰時刻 要把紅燈的秒數給變短 以減少等候時間 沒有樹蔭或遮蔽的路口 讓機車騎士等紅燈時 曬到滿頭大汗 高雄為因應酷暑 交通局決定將左營大陸等次要路段 非尖峰時刻的耗製 從一百五十秒 挑降到一百二十秒 縮短週期 主要會是在七到九月這一段 夏季天氣 氣溫比較高的時候來實施 那我們選擇路段 會是以社區 學校 周邊這些次要道路為主 時間控制好的話 時間才不會那麼長 未防曬機車騎士將領子立起來 聽到紅燈能變短都很開心 但行人就有些擔憂 怕遇到較大的路口 老人或孩子會來不及過馬路 受西南風影響 全臺週日持續高溫炎熱 氣象局白天對花冬等舌 縣市發布高溫警示 截至下午四點半 全臺最高溫三十八點三度 出現在中午的花蓮玉裡 臺北設子則在下午氣溫飆升到三十七點九度 三到五名也是花東地區 氣溫都在三十七度以上 據國民健康署統計 今年七月第一週熱傷害就整以達兩百人次 是去年同期的兩倍 氣象局也提醒民眾注意防曬及多補充水分 避免肉傷害 記者綜合報導